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百合,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要分享的文章是王安逸的一篇散文 男人和女人,一起来听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那么一个问题 究竟男人是怎么回事,女人又是怎么回事 上帝带女人似乎十分不公 给了女人比男人更漫长的生命 却只给予更短促的青春 给了女人比男人更长久的忍积奈克力 却只给更软弱的臂力 生命的发生本是由男女合成 却必有女人担负艰苦的孕育和分娩 生命分明是吸水女人的乳汁与鲜蟹长成 继承的却是男人的血液和家族 在分派所有这一切之前 却只给女人一个卑微的出身 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 男人则被上天宠坏了 虚比女人更多的母爱才能成熟 在女人早已停止发育的年龄 还在尽情的生长 在女人早已憔悴的年龄 却越发的容光焕发 连皱纹都是魅力的象征 于是女人必比男人年轻 在性爱与心理上才能保持同步 可是女人却又注定享有更多的天年 因此男人在女人的眼泪与爱抚之下暗息 女人则将男人送走 然后寂寂地度完孤独的余生 女人生下来就注定是受苦的 孤寂的 忍耐的 又是卑贱的 光荣的事业总是属于男人 辉煌的个性总是属于男人 岂不知 女人在孤寂而艰苦的忍耐中 在人性上或许早早超越的男人 生命是发生在女人身上 在女人的身体中成熟 与女人的血液交流 和着女人的脉动节拍 分享着女人的呼吸与养料 生命在女人的体内给她教育 它是要比男人更深刻的懂得 生命究竟是什么 当然 那生命里缺有着男人的一半 可是 她必得相隔着肉体 需用着头脑与思想去体察 去感受 人们总是指责男人自私 可是 她是没法不自私的 她只能从独自个儿的自己出发 去理解人类与世界 女人生来不是独自个儿的 她竟有这样奇异而痛苦的能力 便是由自身分离出生命 她对事物理解的出发点 要比男人广阔得多 往往是这样 男人与女人同时出发 并肩前进 而到了孕育生命的时刻 女人便将男人甩在了身后 飞快地却孤独地超越了 这类故事 常常不知不觉地流露在作家 艺术家的笔下 如苏联电影《中学生原舞曲》 《少男少女爱上我》 当她告诉他 他们将要有孩子的时候 他逃避了 他是爱他的 没有一点背叛爱情的卑鄙的念头 他只是着着实实吓了一跳 他来不及思索 那孩子是怎么回事 意味着什么 只是害怕了 就只好逃避了 而他是想逃 也没法逃了 他是被孩子绝住了 就如一个囚徒 他被迫地 不得已地面对着这个孩子 胎儿从他的内部教育了他 传授给他 许多无法言传的爱的秘密 使他逐渐明白 最后从堕胎的病院里 逃跑了出来 在他坚定地将孩子生下的时候 他却在他自己选择的 没有爱情的婚姻里 受着煎熬 多年后 偶然地见面了 他们仍然十分相爱 却不可能重归于好的 他们之间有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距离 他是大大的成长了 而他经历了不幸的婚姻 才稍稍地长成 有了点勇敢 可以试图去了解他的孩子 对他的孩子 对他的孩子有了神圣的好奇 他提出想见一见儿子 他不知可否地微笑了一下 他的笑始终明白 他是早已失去了认同孩子的机会 他是永远错过了与他同行的机会 他再也不可能与他同步了 无论他是如何渴望 如何痛苦地忏悔 尽管他并没有什么错处 只是吓了一跳 小小的胆怯了 日本电影夏之恋 也几乎是一个同样的故事 那里面年轻的男主人公的胆怯 更胜了一些 连婚姻都惧怕了 他还没完够呢 就要结婚 打死他也不干的 钟爱古今 又有多少作家 无意地写下了这样的悲剧 如《孔雀东南飞》 焦仲钦永远不可能像刘兰芝那样 将一切置之身外 去实践爱情理想 他总是有那么多的牵挂 而无法做到像刘兰芝那样的 爱情至上 不仅是焦仲钦 还有杜氏良里的李甲 甚至那样爱情至上的贾宝玉 都要在完成了家族教育的 传宗与功名两项任务之后 才可追随待遇而去 男人对外界有着过重的责任 功名 孝道 传宗接代 对外界便也有了同样繁多的需求 因此 他不可能像女人那样 在爱情的战场上轻装上阵 全心全意 望我现身 大自然的环境 为男人与女人 创造了两种不同的理想 男人的理想 是对外部世界的创造与负责 而女人的理想 则是对内部天地的塑造与完善 就在男人依着社会 给予的条件 全面发展的时候 女人只有一条心灵的缝隙 可供发展 于是 女人在这条狭小的道路上 走向了深远的境界 可惜的是 女人的范围 毕竟太过狭小了 且没有外部世界的生活做后盾 一旦战败 便一物所有 你整个人心都没了落实与寄托 因此 女人在爱情的战场上 难有胜利的时刻 亦或也会有胜利的例子 如金平美里的潘金莲 她以她旺盛的生命力 与机关算监的头脑 最终制服了西门庆 然而 当西门庆在她手中毙命的时候 这胜利里 又有几分真正的胜利可言 无论如何 在一种极端个人的 孤立无缘的自我体验中 女人比男人更趋于成熟 寻找男子汉 或许是女人永恒的困惑与失望 但是 究竟什么是你想的男人 此也很不确定 倘若男人是弱小的 依附的女人 女人吃力不过 要渴求一棒 倘若男人强大了 包揽了女人的一切 那拉又要出走 说到究竟 女人对自己的寻求 也还陷于迷茫 因而 这种寻找 便成为人类的问题了